你知道仇恨就像一种传染病吗 欢迎收看维他命师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如果你曾经看过梅尔吉佛逊 他所导演的那部电影《受难记》的话 你可能会对里面很多的画面 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在《受难记》里面 最后众人们把耶稣给送上了十字架 而且众人们对耶稣的那种恨意 很多人很难去理解 为什么大家要这么样的恨耶稣 到底原因是什么 当然我相信可能历史学家 会有历史学家的角度 神学家可能也有神学家的解释 但是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个人是一个精神科的治疗师 当我在看到那样的画面的时候 我所联想到的是 我们在团体治疗 团体动力学里面 所常讲到的一个词 叫做戴罪羔羊效应 什么是戴罪羔羊效应呢 当一群人经历到一种被侵犯 或者是一种不安的感觉的时候 他们会找一个人 或是找一群人 来动作他们情绪的出口 来动作他们所宣泄的一个对象 他们会把所有的恨意 跟所有的不安 都发泄在那一个人身上 那一个人就是所谓的戴罪羔羔 恐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从精神健康的角度来看 当时的耶稣正成为了 那一群犹太人 戴罪羔羔羔羔的一个情绪宣泄点 而且其实这种情绪宣泄点 在精神健康的角度来看 它的传染力还不低 一下子就可以被散播开来 很多人都会被感染到 共同的一个情绪 亲爱的朋友 仇恨就像一种传染病 它是有传染力的 很容易就会散播开来 特别是当我们处在一个压力 爆表的社会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出口 一不小心我们就把一些无辜的人 或是明明没有坏到那种程度的人 便是我们情绪宣泄的一个对象 但是偏偏这样的一个宣泄 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一时的快感 但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人生真的问题 甚至会让我们自己 陷入更多不必要的苦毒当中 仇恨就像一种传染病 要特别提醒自己 不要陷入到这样 不必要过度的仇恨思维当中 我们都不是圣人 我们都会有我们所特别厌恶的一个 或是某一群人 但是要提醒自己 帮自己的恨设下一个停损点 让自己的恨有一个节制 免得让仇恨真的变成 我们心中的一种病 施以诺的心理维他命 天天都给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